高援人員用自動胸外壓機為市主急救 並將它由山兜轉到擔架上面 他們其後用銀色反光保暖煎包著市主的身體保暖 一個七十多歲姓鄧的伯伯星期一 在大東山附近玩滑場散期間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搜殺七小時後最終在山頂發現昏迷的市主 但由於現場能見到低加上露面崎嶇濕滑 救援人員要再用超過五小時邊走邊急救 直到星期二凌晨大約兩點半成功將市主抬下山 可惜他送院後證實不治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認 消息指市主星期一下就和五個朋友在大東山一帶玩滑場散 期間市主朋友目擊他突然被一陣風吹向雲塵 朝貝奧方向飛去 朋友立即以對港機和電話聯絡市主 但沒得到回應 大約半小時後朋友終於成功以對港機聯絡市主 得知他被掛在一棵樹上身體受傷被困 但市主隨後再次失去聯絡 朋友立即報警後座 意外之後中國香港滑場散協會一度加入協助 根據協會提供的照片可以見到 男市主在事發前穿著鋪路衣 外加一件灰色背心 頭戴著黑色頭盔和護目鏡 他使用的滑場散是螢光黃色 由於山頭被雲塵籠罩 現場能見到很低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不可參與今次救援 據了解包括消防、救護、文安隊和警方等 超過60人參與今次搜救行動 雲塵 最高的一分集合 耳梯